這裡是我的房間 我們有一個廣闊的木板房 走進紅岸的木板房 沒有床 只有床墊加上蚊帳 這簡陋的住宿 卻在曼谷爆紅 不少旅客真相報名體驗 我賣了這幣幣的一幣 在曼谷的一幣 泰國曼谷市中心住一晚 只要17塊到100多塊台幣 而這命名老板房的地方 卻是從房間到廁所 沐浴設備都很簡陋 不過住過的旅客 卻都留下好評 有人說是很棒的體驗 風格前衛比大多數飯店還要好 更多人大讚屋主人很好 可這樣的住宿 台灣人敢住嗎 這樣有趣的體驗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度假的話 有時候還是住比較正常的 除非你是故意要去體驗 這種比較特別的那種生活方式 回到原始生活去了 我們那時候的四五十年代 出國當然是想享受 當然要高級一點 大多數想旅遊的人都敬而遠之 屋主介紹房源也坦言 房間木頭老舊不安全 白天很熱可能住不下去 屋齡三十年是他從小生長的地方 一開始是因為怕鬼 才想找人一起住 清潔服務費很便宜 他說因為不太乾淨 只收兩泰豬就夠了 即使住宿環境對大多數人來說不理想 但對背包客而言更能體驗最本土最底層的泰國生活 再讓平民 枯風 住宿在網路上引發話題 三十六位科幣是哪裏層不倒